这些都是你我最熟悉的生活习惯 这个梅花 肉多吗 但是这里摸摸那里条条 双手就往一旁抹布擦擦摸摸 就是这些动作 让你除了把食材带回家 更把可怕的吓着杀手 杀门士郡也带进门 宿舍房间门口拉起封锁线 一位一名硕士生被同学发现 暴毙沉湿在房间内 2018年4月 嘉义有一名硕士生 吃下豆奶摊的发氏吐司 上吐下泄两天后暴毙 解剖报告出炉 就是因为店家的手 沾到带有沙门士郡的蛋液 又拿到发氏吐司 硕士生吃下 引发代谢性衰竭和败血症 休克死亡 年纪很小小朋友入儿 或是说老人家 或是说有重大疾病就要注意 这种病人万一有沙门士 感染不想吃到 搞不好不止急性才 可能会有一些败血症 严重的话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沙门士郡是人畜共同传染疾病 进入人体后 在肠道大量繁殖 同时释放毒素 通过淋发系统造成全身性感染 尤其夏天动辄37度的高温 繁殖速度更快 只要一天就能繁衍出10万只 到10亿只的细菌 导致食物中毒 而究竟要如何才能吃得安心 我们来到获得政府认证的 席悬场找答案 我们要进入这个全台 最大的席悬场 首先得先进入这个气浴室 进行全身的粉尘消毒 接着呢 我们还得进行首部的再次消毒 接着淋上三根式温水 搭配刷子360度洗涤 把淡的毛细口洗得一干二净 紧接的烘干风辣再消毒 机台旁同时还有圆圆逐一检查 龙尾会曾经大力推动2020年 全面洗血 却在2018年年底突然喊他 小型的厂 他是不是愿意去做这个建制 以及说大家建制之后 成本相对提高之后 消费者愿不愿意去接受 这样子的价格 夏天正热 暴露在空气中的生食美食 都会因为时间拉长而带菌 最好吃不完就冰冰箱 尽速食用 要吃食物必煮滚才能上去 就能避开食物重点的风险